身份證 很久沒有被領檢了 有沒有被領檢過 身份證拿出來 太晚回家的 還是去不良常走 這位小姐 應該常常看到她 這位小姐 你走到哪裡都會看得到她 她早就是身頭 重點來了 你們很多地方 是不是都要用到身份證 她那個銀本 比如說你去辦手機 還是辦一些像褲鴻鴻鴻 有些她會要求你好 身份證銀本 請問你都身份證交易就好 還是 你有再檢查一下 身份證上面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比較重要的 身份證沒有統一邊 身份證有統一邊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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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得到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 後面那個碼 你們有沒有自動卡 後面那個碼 對 後面這裡有個號碼對不對 可是這個 還算蠻清楚 但是 你們知不知道 這裡也有一個號碼 這裡有 這裡有一個號碼 而且不是那麼清楚的 如果你有帶著你 你拿出來看看 真的有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你們 可能大家 大部分還沒有信用卡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人家在 網路上用刷卡的 或者你自己偷偷拿辦法來抓 你如果要刷卡 網路上的 不會只有填卡號跟那個 到齊日 他都拿會再要跟 翻過背面的 後面還有三位數 要對 保證台詞 那麼 我們身份證也是一樣 你要拿給別人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 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你看 我們身份證其實後面有兩組 需要的 當然當然會有些保護的機制 但是 你也能夠看得到的 建議就是 你可以隔起來 所以大部分很多 就是 你拿給別人就只給他印就好了 結果都 哈哈 你也不知道他會問到哪裡 對不對 那這樣比較危險一點 當然有些東西 他們現在就是 蓋個章 可是他蓋章都蓋在 正面那一章 背面都沒有辦法蓋 所以這個其實要留意一下 你看我們往下走 有兩組需要的 真的有的 你看 有沒有 後面這裡真的有 真的有一個號碼 所以這兩個也是一樣 你給別人的越清楚 那 別人就可以拿你的這個 去做畫室 所以 我忘記我之前 不知道要辦哪一個 服務 就是他要求 現在不需要銀本 只要你拿正本過來看 因為銀本有沒有可能 你去已經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 比較嚴謹的那個 或者比較重要的服務 現在 有可能是 你要拿正本來 還有 我們現在常常都要裝證件 對不對 什麼是拿健保卡 下照 其實 驗名正真 那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 我們常常會要把 有時候要給人家申請 那 你要寫一下 其中怎麼怎麼使用 對不對 但是要注意一下 寫在哪裡也蠻重要的 你如果寫在太容易 被影像處理弄掉的地方 像我們現在就有選 影像處理好 處理好 隨便處理好 所以你要寫在像這種 像這個地方 或者這種地方 它是比較不容易塗掉的 比如說你寫在照片上面 上面這一塊的 那就不容易修掉 所以 自然就比較不容易 那 很多呢 大家還要忘記的就是 背面也要寫 這個大部分大家要忘記 大家都記得 前面有照片要寫 後面大部分都沒有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 真的要小心一下 因為 你用了越久 像我們現在身份證 大概剛換 就是換幾年下來 還不到十年吧 所以可能 尾罩就相對比較 像一個舊的那一則 就尾罩很多 可是只要經過一段時間 尾罩一樣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的東西 資料怎麼樣去保密 就是說 避免被人家盜用 那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這個 一開始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的訊息